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与大家分享我们所熟悉的十字圣号经 平常我们对所谓的大圣号经不是那么的熟悉 大圣号经是以十字圣价号 天主我等主 救我等与我仇 而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圣号经是前者的后半段 圣号经是我们经常送念的 几乎所有的祈祷礼仪都是以他开始 以他作为结束 即是用右手点额音符 心即职所间即圣神和右肩之名 画出一个大十字架 最后双手合十 阿们 大圣号经的画法 就是以十字在我们的额头 以十字圣架号 头天主我等主 而心就我等与我仇 而后再诵念一般的圣号经 并做出相对应的手势 应付额头脊子心 及圣神左肩 知名右肩 阿们双手合十 在额头上画十字 是要让天主的话 改变我们的意志和思想 在口画十字 是要让天主的话 能藏在我们的口中与人分享 在心上画十字 是要让我们爱人如同 耶稣爱我们一样 圣号经显示出 我们的身份 是天父的子女 姻父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 及子 我们的心是圣神的宫殿 及圣神 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所救赎的灵魂 至于画十字圣号 到底先左肩还是右肩 有些人是十分困惑的 画十字圣号时 从右肩画到左肩 是古代东西方教会的同样做法 到了十二世纪 西方教会才渐渐习惯 由左肩画到右肩 当然以右手画十字 在行动上 从左肩画到右肩 是比较方便的 从右肩到左肩 可解释为父派遣子降生成人 使而安葬 由阴府出来 进入父的光荣 今天东方教会 包括天主教的东方礼教会和正教会 都是从右肩 画到左肩 且通常在提及天主圣名 或是表达亲从 或是求主垂年 或是求降福时 身身鞠躬时画十字圣号 今天西方教会 今天西方教会 包括罗马公教会 圣公宗 信义宗 则从左肩画到右肩 同时呼号天主圣山之名 十字架为圣保路中途而言 有特殊的意义 他提醒信友说 至于我 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来夸耀 因为借着基督 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我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画十字圣号最早建于第二世纪 大尔都娘提起 在我们的所有旅途和行动中 或出门或回家 或穿鞋或洗澡 进餐前点灯时 或睡觉或休息 在一切工作上 都要在我们的额上 画十字圣号 第四世纪教会圣师 耶路撒冷的圣启路主教 这样号召世人 我们不要修于 宣扬被钉的那位 该大胆用手指在额上做记号 在一切事物上做十字圣号 在我们吃的饼 喝的杯上 无论往来出路 睡觉之前 起床之前 起床之前 行路休憩 都做只圣号 教会在第六世纪 面对以信任的挑战时 借着画十字圣号时的首饰 来宣誓信仰 东方教会画十字圣号时 以母子、食子、宗子 合在一起 表示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 而五名子、小子 合在一起向内弯 表示基督的一位两性 天主姓五名子和人姓小子 不过在历史上 东西方教会在画十字圣号时 也有以食子和宗子合在一起 表示基督的两姓一位 而母子、五名子、小子 合在一起 表示三位一体 第十六世纪的圣方纪 撒雷主教 清楚解释画十字圣号的 属灵意义 我们把手提到 而前说 音妇 表示圣妇是 至圣圣三的第一位 圣子 从他而生 圣神从他而发现出来 然后说 吉子 手往下一道胸前 表达圣子是由圣父而来 派遣他降生于同真女的母妇中 接着手 移往左边的肩膀 在移到右边肩膀时 念着吉圣神 代表天主圣神 即天主圣三的第三位 由圣父及圣子所供发 他是联系两者的爱情 我们借他的恩宠 分享苦难的果实 因此 十字圣号是我们对信仰 简洁的宣认 是关乎我们信仰中 三个伟大的奥秘 天主圣三 基督苦难 和从穿越受诅咒的左边 到被祝福的右边 所代表的罪过之赦免的信仰 十字圣号是我们和最基本的人性经验中的喜悦与痛苦相连 这经验 这经验已被无主的死亡 如果我们把这祈祷慢慢地用心地做 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如果十字圣号使我们再度活起来 我们就会更用心地化圣号 这种用心并不会成为负担 而是喜乐的来源 因为我们能意识到正在与天主接触 我们也会真正意识到 我们的洗礼是活生生的 意义富饶的 它也会圣化我们要做 或者要经历的事情 使我们得到祝福 并在困难和诱惑中得到扶持 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天主教教理这样描述 基督徒以十字圣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开始祂的一天 祂的祈祷和行动 这样 基督徒奉献祂的一天 为光荣天主 并呼求救主的恩宠 使祂能在圣神内行动 一如天父的子女 我们在诱惑和困难中 直圣号坚强我们 天主教教理并以此为初药 基督徒以十字圣号 开始祂的祈祷和行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因此 十字圣号是一个很特殊的祈祷 它会让我们接触信仰中最重要的真理 也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所接受的洗礼 我们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受洗 就让我们在每天的开始 祈祷的开始 以至于任何重要工作的开始 发上十字圣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 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回与大家分享 其实祈祷是有方法的 愿天主降福你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